民生焦点带您关心 油价连六降 礼拜一估计要降五角 等于六次下来 累积将会降1.4块 不过民众还是觉得 之前是一口气涨太多了 现在就算是国际原油价格 和原物料价格都下滑 但是国内的物价还是涨翻天 打算加油的民众 注意楼再人两天 星期一油价推估就要降0.5元 其实从4月2号油价一次涨足开始 以最贵和最多人用的98 以及95五千汽油来看 当时98一口气涨了3.6块 95也涨了3.1元 之后则是一路往下 不过每次只降0.1 0.3元 这一次算是最大降幅 而连六降下来 总继是调降了1.4块 这样在玩数字游戏啊 帮你调那么高 然后降着两毛三毛啊 降六次你看才一块多 他一降就降三块钱 他怎么不降一次就降五块钱 民众还是怨声载道 因为就算国际油价跌 原物料价格像糖 面粉 咖啡这些也下滑 但是国内物价还是涨翻天 真的不合理 要不然我们 我们这样子薪水 根本很少的人怎么办 东西一涨上去 好像就降不下来啊 消机会也表示 像是咖啡 饮料 面包 沙拉油 这些如果涨价 根本不合理 呼吁公平会 要尽速查假 尽快开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